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视频,请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。 垂直停车,沿对角线反转进入左侧的停车位。 场景,你在倒车时把车使得太靠近左侧A的车辆了。 打开警示灯,表明您有意停车。 将您的车定位靠近左边的车辆,然后向前移动,直到您肩膀的位置越过了车位,然后把车停下。 将方向盘向右转一圈,然后查看前方和右边视镜以确保周围没有其他车辆。 向前行驶并通过左侧视镜横梁车子,与停在左侧的车辆之间的距离,然后把车停下。 将方向盘向左转一圈把车轮拉直。 用左侧车辆作为横梁标准,将方向盘向左转。 序完全锁定或是部分旋转取决于距离和您自己的判断。 提示,如果你把方向盘向左部分旋转,再查看左侧和右侧的视镜确保车辆之间有足够距离后,您还必须将方向盘向左转以致完全锁定才能倒退进入停车位。 提问,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的车太靠近车辆A呢? 原因是,您太早转动了方向盘。 那么,要如何纠正它呢? 由于车辆A就在您的车子旁边,你必须立即停车,然后将方向盘转直。 如今您的方向盘即已转直,稍微地将您的车子往后退,再将方向盘向左全面转至完全锁定后,继续倒车。 查看左右视镜,确保您的车子与左右两侧停放的车辆之间有足够的距离,再继续把车倒退。 在确保两侧有足够的距离后,向前看并继续把车倒退,直到车子前方的引擎盖与停车位是平行的。 或者,您也可以使用地面上车位的7标记来衡量拉直车轮与对齐左右两旁车辆的适当时机。 把车停下,拉直车轮并继续往后退,直到您车子的左右视镜与您左右两旁车辆的视镜对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